大家好,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中国語研定三句 使忆しやくと受けに 使忆和被动 之前我们学习了使忆代表的词是让和叫 那么说到被动代表的词是被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这个让的、被动的意思 让はけみの意味もありますから 这节课我们学习这个让在使忆和被动有什么用法 这个让,我们还是看一道题 教室,教室,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打扫,掃除する,干干净净,きれいです 那,きれいに掃除する的意思 那前面有一个教室,对吧 我们想一下,想一下这个关系 ちょっと考えてください,这个関係 那看一下一二三四的选项 一、被、二、使、三、让、四、在 被没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使 使、使也是しやく代表词 它一样的让和叫的意思用法 但是它有点书面语 書き言葉です 嗯,书面语 那让呢不用说了 它有那个使忆的让 当然它也有被动的 好,第四个 在,また意味です 嗯,不说了,第四个 那,我们看一下 教室と掃除の関係 嗯,掃除するのは人ですね 嗯,だから,被动 被动 呃,被动,我们说让也有被动的意思 让,嗯,県民の意味あります 那,被动的意思是一和三 一和三,十是しやく,没有 所以我们排除的是二和四 二和四 那剩一和三,嗯,都是受け民を表す言葉です 那我们看一下选择哪一个 嗯 嗯,被的基本结构 那,主语,主语,后面被,被,或者让 我们现在学习的被和让都可以呢 或者让 然后人,人,人 那这个人呢,その人,動作を行う人 嗯,做,动作的人,后面动词 那,我们看,比如说第一个 那本书被他拿走了 那本书让他拿走了 その本は彼に持って行かれました 嗯,这个意思 好,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这个人,这个人,我们不强调 不说明,嗯,不强调,不说明 那我们这个人 可以省略できますね 嗯,可以省略 可以省略 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只能用被 只能用被 那,被しか使えません 只能用被 比如说第二个 第二个 那本书被拿走了 その本は持って行かれました 那,誰に分かりません でも大丈夫です 所以 这个时候,この場合は让使えません 嗯,不用,只能用被 那,この让のお気味の意味の時使い方 嗯,使い方 嗯,好,就是让 那这个句,那本书被拿走了 人省略する場合は被しか使えません 嗯,だから这个只能用被 嗯,だから这个只能用被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练习题 嗯,教室,嗯,就是打扫得干干净净 啊,誰に?教室 ピカピカに掃除されて 啊,掃除されています 啊,綺麗に掃除されています 啊,綺麗に掃除されています でも,でも誰に? 啊,分かりません でも大丈夫です 那,この場合は 嗯,只能一和三选择 哪一个呢? 那,我刚才说了 所以第一个 嗯,确定是第一个 让,必须,让 让の場合は必须,人,人います 嗯,必ず 好,所以第一个选择被 那这个,这节课学习的让被动的用法 你明白了吗?